三十六 英宗在上都萧下避暑后 启程南桓大都 夜晚驻碧于离出发地三十里的南坡 即内蒙古正兰齐东北 当夜一对神秘的刺客潜入营帐 将熟睡中的英宗杀死在卧床之上 一并被刺杀的还有右丞相败助等人 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谋杀 史称南坡之变 可想而知 胆敢做出如此惊天大案的人 绝非等贤之辈 原来刺杀英宗君臣的主谋 是御史大父铁师 铁师既是皇亲 又是英宗最宠幸的大臣之一 在血缘关系上 铁师是元成宗铁木尔的外孙 母亲是一里海牙公主 妹妹素哥巴拉是英宗的皇后 凭借这些特殊身份 英宗对她一向信任有加 1321年 至至元年 农历三月 英宗提拔太医院使铁师 兼任御史大父 并授以军权 统领忠义卫清军 督指挥史 农历十月 英宗亲死太庙 以忠书左丞相败注为亚县官 铁师为中县官 农历十一月 又命铁师 兼领战斗力极强的左右阿宿位 然而这位手握势内清军 兵权的黄欣 却是后党宁臣铁木叠尔的亲信 据说还是铁木叠尔的义子 最初英宗任命他为御史大父 也是经铁木叠尔推举 铁木叠尔死后 英宗败注 也对其余党进行了清洗 抓住刘奎献田贪污事件 大开杀戒 铁木叠尔父子及铁石 都参与了这次贪污分赃 因此最初事发后 当时还剑带的铁木叠尔 立即陷害冤杀了揭发人 监察御史 观音宝 所咬而哈的迷失 英宗亲政后 败注重提此案 打击保守派政敌 铁木叠尔之子 宣政院士巴里吉斯英 受刘奎冒陷田地辅诸 刘奎 同检宣政院士 囊家台 及所有参与贪污案件的主要成员 均被处死 只有铁石 因为是皇帝的姻亲 而得以赤免 1323年 制止三年农历六月 英宗又下令毁铁木叠尔碑 追夺其官决 一个月后 又超莫铁木叠尔的家产 这些惩罚虽然夹在铁木叠尔的家人身上 却也似不祥的阴影 笼罩着铁石 以及铁木叠尔后党残余 令他们终日提心吊胆 危难之际 铁木叠尔一派的残余分子都聚拢到铁石的周围 在政治上抱团举暖 设法自保 与此同时 那些因为心政损伤利益的宗亲权贵 也与他们惺惺相惜 站在阴宗的队里面 于是铁石决定铁而走险 某次阴宗 而年少单纯的阴宗 却从未怀疑过这位往来亲密的妻兄 奴隶八月 铁石等人前使秘密前往晋王野孙铁木尔处 转告他准备政变 事发后将立他为地位继承人 野孙铁木尔是真经长子晋王甘玛拉的儿子 当年甘玛拉与铁木尔争夺皇位失败后出镇末北 野孙铁木尔其晋王爵位 人正守末北 此时铁石等人 已与野孙铁木尔的亲信大臣道拉沙详细密谋 因此野孙铁木尔对此事给予默许 这次直接参与谋杀英宗的主要反叛者共十六人 包括知书密院士野先铁木尔 大司农施托尔 前平章正式赤金铁木尔 前云南行省平章正式 丸者铁木叠尔另一儿子索南 以及五位蒙古宗王 暗蒂布花 伯罗 越鲁帖木尔 曲律布花 乌鲁斯布花等 此外 还有一些暗中支持默许者 从忽必烈建国起 蒙古宗王多数出镇地方 宗室外戚各居村地 对朝廷日常政务较少干预 而行使国家行政职能的中书省中的宰相等高级官僚 基本是由异姓贵族出任的 元朝因此出现了许多权臣 到仁宗和英宗统治时期 皇帝与多数蒙古诸王的关系已相当疏远 而为了加强皇室的权威 英宗在封王的问题上开始严加控制 试图对诸王加以约束 这也是西八宗王们参与谋反的原因之一 于是在那个夏末秋初的夜晚 元英宗二十一岁的年轻生命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在睡梦之中 被亲戚们给强行终止了 元英宗成为元朝历史上第一个遇刺身亡的皇帝 这个在位不过四年的元朝皇帝 死后妙号为英宗 汉文士号瑞胜文孝皇帝 蒙文士号格尖皇帝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